记者许世映综合报道,恐怖片《噩梦娃娃屋》日前在金马奇幻影展午夜下下叫单元成为抢票焦点,口碑也让逐步扩散,过去包括验尸观、失误昭灵等片,也都几次在口碑与票房获得双赢成绩片中两个妙龄姊妹与妈妈搬到新家,却不幸沦为变态地长下的玩物,囚禁在满是各类诡异洋娃的屋子里, 饱受身心煎熬 饰演妹妹的艾米利亚琼斯,Emilia Jones,因为少女出京来潮,比姐姐幸运先逃过蹂躏 演过死事的姐姐泰勒西克森,Taylor Hickson,提醒她报命秘诀,不要发出任何声音,也不要有太大动作,不然会受到暴力惩罚 被打扮成活人羊娃娃的艾米利亚琼斯只得混在一堆娃娃堆中,希望能逃过一劫组组为了寻找断开禁卵噩梦的妹妹,成年之后的角色,找来影集万恶高堂市里,高堂市第一大黑帮领袖法尔科之女的克里斯多里的演出,高挑性感的克里斯多日前更受W杂志邀请, 出席该杂志重点活动It's Girls Luncheon成为超指标人气新生带女星之一,电影里已经成为畅销女作家的她,除了一直躲不开被昔日成禁卵的噩梦外,也开始察觉到身边异象,不断地发现镜子里有神秘求救流言出现,噩梦娃娃屋今天起全台上映,艾米利亚琼斯在噩梦娃娃屋相当虐心, 双喜电影提供,克里斯多里德士严恐怖小说女作家,双喜电影